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在学术上能够出人头地 我找出晚归 我是医学院神经外科的副教授 我是许多同僚医生中最受欢迎的脑外科医生 所以我的病人特别的多 在美国时一般的人都是很现实很精明的 他们都会查问如果有护士或者是医生需要脑神经外科医生照顾的时候 他们会找哪位 他们把这样的医生叫做Dotter's daughter 我就是许多医生的脑神经外科医生 因为我的病人最多 一年365天要开360个病例 加上我每天看门诊 住院的病人每年至少有5000人 这样可想而知我是多么的忙碌 有时深夜回家 在回家的路途中 我会想到我的两位可爱的孩子 不知道他们今天怪不怪 在学校有没有问题 我的心里有很多的亏欠 找不出时间在周末时 答应他们的要求 一起去打棒球 骑马和钓鱼 我只能自我安慰地说 我已经替他们的生活空间 卖下了四甲的地 他们可以找朋友来家里玩 可以露营 可以游泳 可以爬树栽花 比起我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好太多了 而且我要替他们存钱 缴最好的私立学校昂贵的学费 我要为他们存银行的账户 做大学及研究院的教育 基金 我要为他们每一个人 设立一个信托基金 好叫他们中年之后 做事业时有个基金 我要为年迈的退休父亲 设一个基金 所以他不必每个月 向孩子们要钱 有一个星期天 我们全家上礼拜堂 主日学后 因为我的太太有妇女会的聚会 我就带着两个孩子 去中国盛摊厅吃面 然后送他们回家 我就马上回医院 巡视我的病人 在开车的路上 我的胸口开始感觉闷热 不舒服 于是我把那部完全自动 控制冰湿的座车调好 窗户打开来通风 我想胸口痛或许会改善 但是到了医院 停好了车 走进急诊室入口处为止 胸痛并没有改善 我请在急诊科的住院医师 替我做一个心电图 结果正常 刚好有一个心脏科专家走过来 我就请教他的意见 他看了看我的心电图 看了我的病例 也听了我的心脏 就判定我要住医院 他的理由是 他和全医院和全社区 不能冒失失掉一位 像我这样好的神经外科医生 我和他辩论说 我的主妇86岁 我的父亲67岁都还健在 我没有家族病史 是心肌梗塞的 他烦找的说 他们都不是神经外科医生 没有我所受的压力 结果我就住进了 心脏的家户病房 三天三夜 他们为我做了一整套完整 接近十万美元的检查 检查的结果是认为说 大概是中国汤面中 可能放了太多的胃精 而使我的冠状动脉 产生了筋卵现象 所引起的症状 我没有心肌梗塞或冠状动脉硬化 第四天早上 我从家户病房出院 就走到开刀房做手术 是责任感和荣誉感 既理性又感性 我这样做了 但是从我的人生观 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因为在医院的期间 我看了很多的书 其中一则是俄国文豪 托尔斯泰的短文 故事是这样的说 有一位农夫找出晚归 跟种一块贫瘠的土地 他勤奋的工作 午餐也顾不得吃 太阳要下山的时候 就叹息时间太短 也常常自言自语的说 我务必要储存无骨 以备不食之需 有一位天使听到了 觉得农夫很可怜 就靠近对他说 你很认真 对父母也有孝心 对子女也有爱心 对邻居也和睦共处 所以上帝要赐赏给你 更多的土地 让你更有钱 今天从这做起点 你能力所及的去跑 等你绕了一圈子 回到了原点时 我会将圈圈以内的土地 赠送给你 让你保住 这个农夫真是高兴极了 马上就开始地跑 也忘了带水 只顾着往前跑 当他跑了半个钟头后 再往后看 真是高兴极了 他想 我这辈子够用了 这块地缩产的五骨 能供我一辈子啊 他想停下来 但是又想到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应该为我的儿子 女儿再跑一段路 让他们也有一点家产 于是又跑了一个钟头 他又渴又累 汗流浃背的 他往后看 离起点的地方已经很远了 也许应该折回了 可是他又想起了 他的兄弟姐妹 于是他决定 再往前跑一段 但是他的胸口 开始有一点闷了 头有一点晕 他开始想 哎 我毕竟年纪大了 身体状况 搭不如前 我退休了 以后该怎么办呢 也许我应该再多跑一点路啊 可是就在他这个时候 他的体力不知逃地了 不久就死了 连回到原点的机会也没有 当然什么徒弟都没有得到 故事的精神是说 当人太贪心的时候 最终会变成什么也得不到 从此之后 我修正了我的人生观 我开始回转 不应该像农夫一样 贪然不自主 我每一年 拿一个月的休假做一工 做短期的医疗宣教师 到医疗落后的国家服务 或者是教学 也打算从55岁到65岁 献给主用 这期间 使我有机会 遇到了很多朋友和信仰的前辈 也学习到了服侍人的乐趣 1984年在墨西哥的全球世界基督徒医师会议中 我认识了手外科及麻风臂专家Paul Brand 医生和我成了好朋友 1985年在拜访德雷莎兄女时 学习到了她节俭的真理 她告诉我 Life simple So thousands of the others can simply live 因我们的节俭 所剩下的资源 可供给成千的贫困人继续生活下去 1986年 我们来门洛医院当义工 一个月 第一次和前院长Dr. Brown相处 有一天晚上 他请我和我的太太去他家吃饭 我发现到 他的太太的手指头 因为花莲的湿气重 而得到了风湿症 并且有脑干 微血管的破裂 Dr. Brown也有手痛 因为尝试阿斯坪林而有耳鸣和重听 虽然如此 他们还是继续为后山交通不便 医疗不发达的台湾奉献 他们奉献了前后将近40年之久的时光 使我这个台湾人真感激又羞愧 1990年 博院长退休回美国 连退休后的住宅都没有 这种舍己为人的情怀 更令我敬佩 1991年 他在落成接受台美基金会的台湾奉献奖时 他呼吁 我为台湾奉献了这一生 我盼望台湾人 尤其是台湾的医生 也能像我一样为自己的同胞 尤其是落小无助的 需要人照顾的花莲百姓服务 很可惜 台湾的医生 好像觉得花莲很远 到美国比较近 没有人要去花莲 倒是很多人跑到了美国来 他的这句话很扎心 对我来说 好像是在对我说的一样 也更进一步地把我拉回到 我起跑的原点 台湾 我1993年底 回来接下博院长的使命 去服侍一个最小弟兄当中的一位 就是服侍上帝 为原住民 为偏远地区的人民健康来服务 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快乐 是我能在台湾头部外伤 频率最高 死亡率最高的花莲地区 来应用我的专长脑神经外科 天使没有应育我的土地 但是他赐给我很平安 给我丰富的生命 给我很好的健康 亲爱的听众朋友 我们都是跨越时机的现代人 我们一直在往前跑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转腕 像起跑的原点呢 人生需要归零 每过一段时间 都要将过去清零 让自己重新开始 不要让过去成为现在的包袱 轻装上阵 才能走得更远 人的心灵就像一个容器 时间长了 里面难免会有缠渣 要时时的清空心灵的残渣 请记住 快乐的人不是没有痛苦 而是不被痛苦左右 自在的人不是没有欲望 而是不被欲望束缚 祝福朋友们 都能够成为一个快乐又自在的人 感谢收听 我是你们的Angel洛彦奇 祝福大家心想事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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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